另外六位新城乡的村民 则是选择在双十节这一天 在十月十号十点十分 把自己的秀发理成了光头 来庆祝双十国庆 并且把头发进行义卖 捐给癌症的朋友 让社会氛围能够更加的温暖 而且他们六个人认为 在国庆日这一天来做 善心一举的活动 更具有意义 新城乡名代表梁玉华 大汉村长夫人焦丽霞 新安安自助餐老板娘 新秀农会总干事夫人 吴凤谦等六人 选择在十月十号十点十分 来礼光头来唤醒国家的生日双十节 同时也把自己礼过的秀发 经过义卖 也建议做公益活动 捐给癌症的朋友们 因为我们要十前十美 所以说日期就定在十月十号 十点十分 然后要礼光头 我们征求十个 结果没有十个就减半 剩五个 今天是国庆日 我们中华民国的生日 中华民国万岁万万岁 这个我们那个村长夫人 这个村长夫人要捐给癌症那个 癌症癌症癌症的 把他捐证出气 这个留了十年的长法 把他捐下来要捐出气 就是有这样子的 这些姐妹真的爱心 然后我们的梁代表 我们的那个村长夫人 还有总干事夫人 总干事夫人 重点是总干事夫人 带头 怎么是我带头 是村长夫人带头 讲说十月十号 十点 十分 也有村民热情的要求 嫌疑郑保修 如果直播影片 有按两万个赞 就要跟进李光头 而这次大家则是 以感恩的心来感谢国家 多年来让台湾社会 能够安定的生活 快乐的过着每一天 算是国庆对大家来说 可以说是有深远的意义 希望借助大家的热情和爱心 让社会更加温暖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国态民安 切得中意 新鲜花道